黃耀文議員 多謝主席 不過我不用你教我講話 又不需要你教我怎麼準備資料 我又不需要用即時新聞 我會繼續就總目第158 運輸及房屋局 我有提出的修正案發言 上文說到高鐵岩 引起超資的問題 是吧 假如 這個 所謂 超資的問題 拿到立法會 去辯論的時候 那就真是 都會用很多時間的主席 是吧 你說了 如果來到這裡 可以讓你辯論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大家如果踴躍發言的時候 就有段時間講 現在問題就是 高鐵超資已經成為事實 究竟什麼人應該負責 超資的這些錢 是由什麼人去買單 港鐵去年貼錢就送走了 被指隱瞞工程延遇的楊總裁之後 港府就指高鐵超資是工程延遇造成 屬於港鐵的責任 超資的部分 就應該由港鐵去承擔 港鐵就說 當初我簽約的時候 就已經說明 香港政府會支付所有建造費用 加上工程延遇的地質因素造成 暗示他就不會承擔責任 並且不排除會打官司 真是很好笑 那個是政府擁有七成股份的 一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那間公司 負責高鐵工程 現在你就這樣互相推位 我們就變了冤大頭 主席 說這個不是離題 他要負責的運輸火局 對嗎 張炳良要出來承擔的 扣他人工有甚麼問題 怎樣離題 離題 大哥,這是離譜的 我告訴你 你互相推卸責任就可以了嗎 這筆我都說完了 免得你說我去賴捕 下一筆 港鐵 政府是有責任 監督 港鐵 所有的作為 對嗎 主席 除了高鐵工程而言之外 港鐵的日常服務 亦令香港人非常不滿 近年頻頻出現重大的故障 2012年5月3日早上八時上班時間 美孚站架空電艦 一度發生電力故障九百名乘客 被困車廂近兩小時 港鐵要疏散 美徐的一部列車由管道步行 大約一百米才返回這個車站月台 2012年7月 時隔兩個月又弄多一宗 是嗎 因為颱風 偉心特襲港 大埔區站附近有大樹倒塔 引致電力故障 加上其他路電出現跳電的情況 引致東鐵傳線 暫停服務 再舉好多的 這不是公共政策討論 舉一些事實 港鐵 頻頻故障 的事實 然後政府監督不力 香港政府在民意壓力底下 2013年年初 做一個服務表現安排 這個服務表現安排 港鐵如果服務受了超過八分鐘 或者預計事故長達八分鐘以上 港鐵必須通知運輸處 31分鐘以上服務延遇 延遇時間繳交罰款 但是 2014年港鐵發生140宗故障 平均每三天就發生一次故障 和35宗以外 平均10天就發生一次意外 表現毫無改善 其中的故障 最多是長期服務中港兩地的東鐵線 其次就是有中國製造 T-train 行駛的官堂線 政府如果真的認為 罰款是有效的 會出現那麼多問題嗎 港鐵的表現告訴我們 它已經將罰款視為 經營成本的一部分 它不會再改善服務 而且在可減可加的機制底下 喜歡它就加你加 你吹嗎 是嗎 年年賺幾百元都可以加你加 港鐵在2013年號之一億一千多萬 將三個位於青衣火炭和錦田 的車務控制中心合併為 超級控制中心 更換了大批美輪美換的顯示屏幕 監控系統中使用十多年的電腦硬件 舊機照用 只是換一些二手和非原廠零件來頂替 去年港鐵引入國產列車時 已經出現不少問題 例如 有檢查列車員工說他做工差略 位置相嵌高低不平 車門的交邊絕實無法開啟 測試時信號系統失靈 飛站 列車和月台 水平因為不知名情況出現 偏差和耗電量過高 車卡之間的掩蓋門 無法關閉 無法對準 月台幕門等問題 這些要數下去 主席 又是一大堆 是不是 因為時間所限 下面還有很多事要說 另一方面 港鐵去年二月被揭發 港鐵一直高估 可載客量超過四成 現在的將軍路 和東鐵線繁忙時段 已經是迫爆 西鐵觀塘和荃灣線的載客率 接近100% 港鐵低估列車飽和的情況 一直誤導港府和香港人 我真的不明白他的動機在哪裏 難道列車未飽和大家 現在就不需要要求港鐵改善服務嗎 陳列了那麼多事實 其實還有很多 本席指出港鐵管理階層 已經忘記自己是一所服務全香港市民的企業 將公司的盈利 置於港人利益之上 於是不惜引入次貨提供列車服務 減縮經營成本 一邊積極參與地鐵上蓋物業的發展 另外一邊就怠慢改善服務質素 真是不務正業 特區政府 是有港鐵七成半股權的大股東 但從來沒有提醒港鐵的任務 由港鐵繼續壟斷公共服務 謀取暴利 欺壓市民 現在的港鐵服務質素 只低劣到了月台職員 連流浪狗、墮鬼都無法妥善處理的程度 更不要說自由行之後 一大堆強國人 拖劫 拖男大女 大聲喧嘩 吃東西 是嗎 有空坐地鐵吧主席 特區政府即使不考慮將港鐵私入公有化 亦都應該 向他管理階層施壓要求改善企業管治 張炳良 根本就是嚴重失職 早應財徹 減利人工時少 炒油 根本就是應該 港鐵正實行所謂票價可監可金 機制行政會議對港鐵這種胡運服務 和管理事若無睹 連年都批准他在巨額盈利之下仍然大幅加價 最可惡的就是 張炳良 13年4月在電台節目解釋可加可減新機制談判的結果時 政府雖然是港鐵的大股東 但在商討調整票價機制時 按照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的規例 大股東利益 不可以凌駕於小股東的利益 所以身份被動 如果不加價就有損小股東的利益 這就是當初我們反對 所謂港鐵 包括九鐵、地鐵 私有化 這個理由就很清楚 現在由你張炳良說出來 不可以有損小股東利益 雖然我是大股東七成半 當社會出現了一小撮 所謂 企業股東利益凌駕公眾利益的荒謬情況時 你說 我們這些使用 港鐵 所謂消費者或市民 是不是全部都變成老塵 冤大頭 但是 用公帑 去造這些鐵路出來的 那些管理階層的高薪厚禄 剛才才說過 送走的楊總裁是二千一百萬 在他任內監督高鐵興建的工程延誤 要多花幾百億 你還要送二千多萬給他走 有甚麼是非 公理可言 現在特區政府要彌補二千年私有化的過錯 你就應該 將港鐵 將顛倒過去的重新顛倒過來 應該 變成公有 減票價 除了港鐵 所謂荒謬的情事 這位運防局局長 應該打爆回家睡覺 還有 那幾條隧道 香港才是神人共憤 主席 香港三條海底隧道的安排 一直為人所救病 西稅堅持收取高航隧道費 導致車樓 疏落 而洪隧、東稅繼續洗塞 特區政府一直不肯持有西稅的 廣東中信和加利回購西稅 任由西稅繼續胡運下去 原本有利民生 的基建就變成 即 大白杖 然後他們繼續謀取他的暴利 彩你都傻 切頭切尾就是人禍 2013年政府花了大量時間和金錢進行研究後 竟然提出 洪家東減的方案 當時有人計算過 如果有司機傳往港島中繞道東稅的路程 大約多4公里 但是延由開支 就不止東稅減收的5元 再考慮到時間成本 都是用紅稅 比較化算 再者不少私家車司機根本就不會計交 幾元的隧道費 他們重視的始終就是時間 不想繞個圈使用東稅 洪家東減根本是沒有辦法減輕 洪稅的濟濕 你就是因為要買西瑞帕 提出這些這麼笨拙的方案 後來 運防局長 張炳良說 原本期望透過這個方案 將4000至5000架次的車輛 由紅稅分流 到東稅 但是考慮到東稅的流量已經上升到每年每日大約是72000架次 再增加車流量 就非常接近 東稅容量的上限 而且同期紅稅的 車流量每日下跌3000架次 這是25年的新低 加上社會就調整收費方案未有共識 所以暫緩推行 特區政府對於三條隧道 這些問題 束手無策 總是 不肯回購西瑞 因為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 這種無能 實在令到大家 很不耐煩 今年2月 西瑞加價 除了電單車收費 兩個隧道 維持不變 西瑞的私家車的的士貨車收費加5元 其中私家車的稅薪收費是60元 是兩年來第二次加價 特區政府亦是無可奈何 除了西瑞特區政府 對其他隧道亦是無能為力 大嵐隧道2月加3至5元 私家車最新收費是40元 大佬山隧道4月申請12月加價 平均加幅是11.9% 這三年的專營期 剩下隧道公司 就要賺到盡 加到盡 政府做甚麼 運房局做甚麼 是否要炒他魷魚 炒不到魷魚,是否要減薪工 主席 現在說的 都是 運房局部分 所謂政策範疇 他們出現失職的現象 要舉的例子 不用拉布了 平日 老實說 在議會裏面 除了有些動議辯論有機會說 在事務委員會有機會說 有甚麼機會說 今天 這些場合最好 老實說 又要讓你走著 然後你覺得自己很英明 還要教訓人 你那些資料公共政策研究 老實說 你這樣對我們是一種侮辱 至少我不是 對嗎 對於這個政府 我們大家 沒有甚麼期望 又覺得 這些所謂管理階層領導人 書都不讀多本 沒有自慰 人蠢沒有弱意 又蠢又惡 然後我們催他不仗 接著有這班人在補駕護航 多好 所以這個議會基本上是廢的 唯一不廢的 還可以讓我們發說風 抒發一下 代表 小市民抒發他們的不滿 所以主席 下一次 總結的部分 排到我,我講 排不到我,我還是不講的 明早你也不讓我們講的 由第四個部份有得講 第五個部份有得講 第六個部份有得講 講完